你去带苹果表得了 一个僵尸弹顿 就省出来了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花小钱办大事 上期间播出之后呢 大家都很喜爱 赵大锤得票是最多的 但我觉得他有点跑题 金工是一个看起来显贵的品牌嘛 显然不是啊 至少得说我手上这大金工不是吗 那这一期就更有挑战了 同样是2000块预算 我让他们去找一只 最有性价比的通勤万表 这玩儿将来抽起来 大家比较实在 上期他们都蛮省的 替我着想 预算都没花够 那么上次没花够的那部分 可以补到这次的差额里 这就是我选的表 上期节目虽然我获胜了 但老人觉得我跑题了 那我就跟你分析一下 什么叫最有性价比的通勤万表 我把重点放在通勤万表 这四个字上面 它有三大要素 材质 设计 功能 首先是材质 通勤万表一年四季都要佩戴 所以说它必须是金属材质的 起码是不锈钢 最好是钛克金 或者是18K金 那接下来是设计 这个表它必须要摆搭 功能的话越简单越好 所以说我选择的这枚万表 就是金工的贵朵 金工不贵吗 金工只有怪来试试贵的吗 你忘了它还有一个贵朵品牌 贵朵贵朵昂贵的花朵 它也是金工的高端万表品牌 它的性价比是极高的 这枚万表我也花了1500块把它拿下 一期节目我省500块钱 一百期节目就省500块钱 就能拿出一支好事很多 我拍一千期节目 就是一支僵尸单顿 丢丢丢丢 放在面前挑给大家 你说有没有性价比 再说回万表本身 首先它的材质 刚表带 而且是拉丝抛光相间 橙色也非常的不错 兼具优雅和实用性 其次是它的设计 35毫米的直径 再配上这种中性的设计 灰盘就是百搭 第三就是它的功能了 人动人机心 你动他也动 你不动他也不动 三针清清爽爽 简简单单 上手给大家看看效果 都说一没外面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息 你看我现在优雅了 就问你服不服气 把你的高路戒拿出来吧 我知道我上一期节目 为什么输了 因为高路云 对于大部分的观众而言 还是有一点点的陌生 而这一次呢 我的解题思路表 就放在最有性价比 这个事情上 牌子是最好的一个突破点 那这一次我背选的标款 对大家知道的品牌 比如说浪琴的中古康卡斯 金工乌钢材质表壳的标款 以及我手上的这一枚 中古的星座 那鉴于我个人是一个机心党 这一次电子表就不拉出来 丢人现眼了 所以我选择了这一枚 搭载Omega1030机心的大金表 我觉得通不通勤表 换个表带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一枚就换了一个刚支的表带 也是比较符合现在夏天的一个天气 在2000元这个价位最贵的牌子呢 就只能是Omega了 而我如果把它的后盖掀开 翻到背面 我宣布 我已经赢了 这个系列的机心 还给了你一个无法衡量的故事 在金工掀起的石英维基的狂潮之下 它还可以推出这样子的作品 我觉得这样的故事 绝对是物超所值的 而正面是这枚万表的系列 日内瓦系列 瑞士在1979年之后 如果你不是在日内瓦生产的万表 在盘面上是不能打日内瓦的标志的 所以这枚中古表 就是原汁原味的日内瓦制造 上面的土都是日内瓦的味 上手给大家看一下 还是我之前说过的那句话 这枚表款你带出去 只有你能给它丢人 它绝对不会给你丢人 你这表啊 看起来太旧了 表面上都处都是划痕 一看就是一枚老表 这样的表不带也罢 你要喜欢新表的话 你去带苹果表得了 我们玩中古表 玩的就是情怀及故事 而你这个贵朵1974年诞生的品牌 能有什么故事 贵朵品牌要的就是那种小众优雅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枚外表的设计方面来看的话 男女老少都能配戴 你再看你这枚外表 你的适用人群太窄了 你要说适用人群 它可以换表带啊 你随便去搅表带 你可以找硅胶的 你可以找米兰带 但是你这个呢 我们知道山寨的尊达峰嘛 一体式的钢链弹 没有办法换呢 如果贵朵他们自己不出其他风格的表带 那你的适配人群也就那样 行行 我不跟你争好吧 你这个表看起来就很土的样子 你镀金也就算了 你背面也给我镀上去啊 背面是钢带 这拖起来多尴尬 但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性价比 谁跟你聊设计了 如果是聊性价比 聊配置的话 你看你这个三针的实音表款 连个热力窗都没有 这有个屁的 那有什么性价比啊 你这个2300块钱 是超预算的 我那个1500块钱的不省500块钱预算 我到底想起 他就想玩啊 他就想起他就什么事 一个僵尸弹顿 突突突就省出来了 而且是抽给观众的 等一下 确哥 1700 50年能拍完吗 那就得到公元2077年了 那咱们那会儿都赛博朋克了 而我这人是Omega 再说 敲预算又不是敲的你呢 敲的是老认的呀 那可不是 敲的越多越好吗 OK OK Omega这个品牌我是认的 但你有一个最致命的缺点 就是使用了 机械机心 你这块表多少岁数了 它还走得准吗 你能保证 出门的时候不出故障吗 我那个虽然说 保养一次可能要500块钱 但是坏了的话 修一次也是500块钱左右 你这个机心如果坏了 你只能扔掉了 它是人动能机心 半自动的 我只要换电池就没有问题 它的稳定性和时音表 是一模一样的 不对呀 我看它这个秒针 感觉它两秒跳一次 是不是电池不新了 它动出多久 两天 两个小时 那你这个最大问题就是 你动出短 你这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不放手 好了 那他们俩的选择都在这里 大家进入投票时间 你是更喜爱赵大锤 逃来的这枚贵朵 还是更喜爱 ZP逃来的这支 金灿灿的Omega 我说点个人的想法 不做参考 因为我已经有很多Omega了 所以这枚中国Omega呢 对我而言不是很感冒 我反而是觉得赵大锤 逃来这支一千多块钱的贵朵 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我打算接来带两天 看看实际通勤感受如何 好那么这次比赛的结果 将会在下期节目开头公布 一定记得持续关注 我们这表之门节目的动态 毕竟这两枚万表 最终都会抽给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